看到奶妈被飞云迷的神魂颠倒 才发现熊猫圈的顶级美女有多治愈人心 假孕期间的飞云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竟然比平时还讨人喜欢 难怪奶妈都忍不住夹着嗓子夸孩子 这嗓音让金虎听到都得寻思 怎么我的彪悍奶妈是另一副面孔 当飞云用脚丫挠脸时 被闺女美貌迷惑的奶妈也要彩虹屁 变着法夸宝贝的大长腿 毕竟原本就有 有一身断面熊皮大衣 还圆滚滚的腹态美女 有了仓鼠脸微笑唇的加持后 这魅力绝对是熊猫圈独一份 可美貌早就是它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情绪稳定的飞云才令姨们沉醉 当宝贝炫大竹笋的时候 掉在身上一块碎渣 换做其他小熊猫绝对懒得够 可节约粮食的它非要找掉在手臂上的宫子 即便尝试好久也没有成功 这小妞还是坚持不懈不急不慢的行动 难怪飞云是两脚兽眼中的乖宝宝 这天奶妈拿来窝窝头 躲在孩子们的头上 大胡子是一副呲牙咧子的熊样 看起来很不耐散 但飞云乖乖顶窝窝头的样子 却令人心软软 然而一向听话懂事的飞云 没听到奶妈的命令也不肯拿下来 直到对方发话后才自己动手 奶妈为训练宝贝闺女的取食能力 将胡萝卜放进漏食器内 原以为有着一拳敲开门锁战机的飞云 会使用暴力得到心心念念的胡萝卜 结果这小妞的情绪异常稳定 飞云独自一雄在小角落安安静静改梦 不到四分钟就成功取出食物 相比那位打不开漏食器 就将葫芦一批为二的熊猫 飞云真的是温柔到极致 当宝贝听到奶妈喊自己的名字时 她一开始没看到对方还着急忙慌地寻找 这手足无措的样子真的很呆猫 只能说飞云事事有回应刻在了古墩 都说飞云总喜欢欺负金 可宝贝真的是被冤枉了好几年 大美云看似是力大无穷的金刚八格 可她对小伙伴却很贴心 从宝贝小时候照顾妙音妹妹就不难看出 明明自己干饭时也累得往地上一趟 但她看到妙音懒得动 就心甘情愿充当对方的靠殿 即便是毛绒玩具也被飞云细心呵护 小飞像经常被她搂在怀里 宝贝小心翼翼地抱着玩具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妞照顾自己的小孩呢 这下更加肯定飞云当年胖做惊 是那小子找射了 毕竟飞云可是一门眼中最完美的熊猫 看到外公不顾危险抢走余可手里的竹筒 才明白被温柔以待的不止是福宝 外公担心坚硬的竹筒伤害到可可 明知对方有领地意识 也会摸摸外孙的鼻子趁机拿走危险的竹筒 都说福宝被韩国的两位爷爷宠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学 可冲动的余可与爱更是他们外公的心头爱 他总是事无巨细照顾两个小家伙 当外公拿着胡萝卜喂食时 余可只起身来一口咬住却考不到十凳子 细心的外公立马飞过去浮乖孙孙 每当可可爱爱坐在鞦签上吃竹筍时 外公就跑到身后帮忙推鞦签 临走也要摸一下爱姐的大脑瓜 难怪都说梁小枝被他宠成无忧无虑的小孩 要知道调皮的兄妹俩经常打得闹闹 不占上风的爱姐还一不小心从木架掉下来 外公看到后第一时间安慰 还宠溺地摸摸小宝贝的脑瓜查看情况 即便爱姐都已经快成年了 外公还是喜欢抱着一百多斤的大胖孙女 难怪身为虫洞二馆长的余爱 只对他摆一摆顺 不仅乖乖躺在外公的怀里 还愿意将自己最喜欢的竹笋让给对方 没想到一向霸气的小爱也会疼人 然而外公还要照顾隔壁的盲小五一家 他对母子俩的爱意也是同样的 盲小五才刚出外场的时候 外公就是他的守护神 他会满脸慈爱温柔地抚摸着盲小五 也会亲手抱着外孙玩飞机玩具 只能说宝贝喜欢大挥机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外公在院子里给盲小五安装玩具时 这小子却一心只想抱外公的大胖 谁能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比于可遇爱还要年轻 如今的小五眼中只有他的外公 只要见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就立马飞奔过去 还一个劲扒拉着外公求抱抱 眼见对方无动于衷后 这小子还要躺地上撒娇 实际上外公之所以对于可遇爱和小五好 还有一层有爱屋及乌的原因 要知道盲小五的妈妈被他一手带打 外公的见证盲仔从少女成为熊猫妈妈的历程 当年妇女俩对视的一张照片 何尝不是如今的他和小外孙的缩影 正因为从小养到大的感情 才让十二多岁的盲仔和外公互相信缘 直到现在都可以让对方近身收猫 还有二顺也是外公的亲闺女 他深知对方独自一熊居住倍感无聊 便经常去外场探望 虽然语言不通 但妇女俩沟通起来却没有任何压力 只能说虫洞的滚滚们真的很幸福 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外公和奶爸 看到巴斯因奶妈去世七天不吃不喝 才明白大熊猫远比想象中的重感情 功勋熊猫巴斯的一生传奇且励志 不仅曾登上春晚表演杂技 还一举成为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 本应享受国人们追捧的大明星 却因为年龄日益增长而逐渐双眼失明 以前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他 就连走路都得竖起来耳朵听声变味 幸运的是年迈的巴斯有一位疼爱他的饲养员 奶妈事无巨细照顾着他的孩子 平日里还经常用木棍敲击吸引对方注意力 他深知宝贝阴牙齿老化不能吃太硬的竹子 便坚持将食物捣碎一口一口喂给对方 要知道此时的巴斯食量很大 每次吃饭都要三个小时起步 可疼爱他的奶妈却不嫌累一位就是半天 奶妈常年累月地用心照顾 让感受到爱意的巴斯变得很乖巧 每当对方拿着一盆饭喂他时 懂事的巴斯都会主动抱着盆帮奶妈分担压力 都知道大熊猫成年后有领地意识 可35岁高龄的巴斯却没有任何的去胆行为 他永远都是奶妈身边的乖宝宝 即便对方拿毛巾擦脸 宝贝也丝毫不在乎甚至还主动凑近 一人一雄能彼此信任到这个地步 巴斯和他的奶妈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吧 只可惜巴斯的病情愈发严重 奶妈为更好照顾对方 索性搬到宝贝隔壁的值班室居住 他不仅照顾着巴斯的生活起居 白天也要配合受益给对方检查身体 即便如此奶妈还是不放心 半夜要多次去内社查看孩子的状况 施奶妈真的耗尽所有的心力照顾巴斯 正因如此他才忽略了自己 不到44岁就撒手人寰 带着这份挂念离开了自己守护半生的宝贝 同样巴斯也在思念着自己的奶妈 宝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苦苦等着 未见到心心念念的奶妈甚至开始绝食 巴斯本想用这个方法逼迫对方出现 毕竟奶妈舍不得自己饿肚子 可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 却怎么也换不来以前那个熟悉的身影 工作人员只好穿上施奶妈的衣服 学着施奶妈的声音哄巴斯 宝贝这才放下执念主动吃饭 但好景不长巴斯的身体每况愈下 还是在第二年去世 或许他在追随奶妈在另一个地方团聚 熊猫不会说话但他们什么都懂 懂事的巴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爱宝有多信任最好的江爷爷 自己专心干饭把宝宝交给他照顾 近日生完二胎的爱女士顺利出了月子 谁敢相信仅一个月爱宝竟吃出来双下巴 可见这期间他被江爷爷照顾得有多好 为了让哺乳期的爱宝获取足够的营养 江爷爷每次投喂时都会精确计算食物量 并且还会在小苹果里面塞一颗营养药 如此美味的营养餐让爱宝胃口大好 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自己进食了 每天他都会双手抱着竹子大口干饭 把正在吃奶的宰宰子留给江爷爷照顾 只见爷爷用他那温暖的大手 牢牢拖住熊猫宝宝的屁股 嘴里还不停念叨着爱宝太信任自己了 甚至为了引起大闺女的注意 江爷爷调侃他不像妈妈像隔壁大神 并且还不忘轻轻扶去爱女士身上的竹叶 如今满月的熊猫宝宝已经可以自己调节体温 不需要被妈妈天天搂在怀里了 所以爱宝上厕所时 会主动江仔仔留给江爷爷照顾 自己则放心大胆地去隔壁房间拉青团 甚至结束后还慢悠悠去喝了水 要知道戴宰的雌性大熊猫领地意识非常强 但爱宝却从来不会伤害最爱的江爷爷 七年的朝夕相处 早已让爱女士把他当作最亲的亲人 而这想必就是爱宝生产完 会第一时间叼着宝宝给江爷爷看的原因 并且爱女士从不抗拒江爷爷的近身接触 对方可以自由进入房间内打扫卫生 即便自己身体很虚弱也会抬脚配合爷爷 爱宝生产后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 但还要给两只熊猫宝宝喂奶 江爷爷十分心疼大闺女 就特地将竹叶整齐马好喂给爱宝 竹笋也切成小块送到他嘴里 就连喝水都是双手端着喂他一口一口喝下 而董事的爱宝则是会自己扶着玩 爱宝坐月子期间 江爷爷24小时日夜贴身守护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疲惫不已 爱宝看到江爷爷依靠墙壁闭着眼 满眼担心地望向对方 江爷爷则是靠近闺女温柔地抚摸着 告诉他自己没事不要担心 随后江爷爷又拿了一堆马骑的竹叶准备喂给他 乖巧懂事的爱宝主动伸手结果似的 是以爷爷可以再休息一会 看到江爷爷突然起身离开 爱宝充满疑惑地瞪大了双眼 之后他一直望着爷爷走的方向 看到对方是去给自己拿吃的这才安心 接下来爱宝的目光一直在江爷爷身上 如此有爱的一幕幕令人倍感温馨 也让人们看到的最好的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 为什么说每个威猛霸气的大老背后 都有一个傻白甜妹吗 看看园子公仔原想就知道了 第一对兄妹园子和园润 简直是熊猫界的年羹窑和年世兰 园子是熊猫界不折不扣的霸道独裁 眼神坚毅霸气侧露体型巨大 满身健子肉一看就像背负了多槽熊 园子的父亲是大熊猫平 母亲是科比的女儿圆圆 科比曾是基地最重体型最大的熊猫 而园子刚好继承了外公的特征 据说他站起来有两米高 双开门身材绘本胶还对老婆好 简直是所有大美熊的梦中情绪 而园子的妹妹圆润则是一整个潦草小狗 小时候由于营养不足 导致陈圆润女士头和身体隔长隔的 眼神中还总是透露出一股清澈的愚蠢 并且圆润还和奥总淼淼并称挖梅三巨头 每天不是在挖梅就是在去挖梅的路上 浑身上下又脏又黄 难怪总有人说他像被劈崩了一样 俩兄妹一个挺猛一个挺猛 原家熊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 第二对兄妹是公仔和花花 公仔江湖人称西剧战神 当初在外宾面前表演了一套情力绵绵拳 被孟工厂高管选为公府熊猫阿宝演戏 扬明国际的他打起架来更加深奋 揍起继父美兰也是毫不留情 直接按着对方的头就是框框一顿虫 就连饲养员劝架都不好使 此事过后公仔西剧战神的名号 彻底打响土头山 而公仔的妹妹就是顶流女明星花花 与大哥霸气威猛的性格不同 花花从小就是个乖娃娃 即便被小伙伴雄口夺食也从不生起 走起路来永远迈着女明星优雅的步伐 当大哥公仔三岁就已经打遍斧头山无敌手时 而花花三岁了还要谈爷爷抱着回家 并且小苹果和窝窝头还要掰成小块味道嘴 第三对兄妹是袁小和贝贝 袁小长了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看上去比袁子贝的熊命还多 走起路来压迫板满满 但凶狠的外表下却藏了一颗八卦的心 曾经因为近距离吃瓜被误伤 被迫脱掉毛孔丢进了熊女 而她的妹妹贝贝长相端庄 性格内敛温柔衔静 是出了名的射恐小熊 每次营业都会害羞地躲到树后 并且两兄妹的泡澡化风截然不同 贝贝像是在华青池边沐浴的贵妃 而原小象是在澡堂里搓澡的大汗 反差感如此强烈的大熊猫兄妹 大家爱了吗